疫情起動 工業局與旗下八個產業分團的團長 進行儀式 象徵台灣產業打破守舊 迎接創新開端 經濟部工業局推動產業升級 創新平台的輔導計畫成果豐碩 就有產官界共同合作 投入研發創新 爭取國際商機 那我們希望這個計畫 至少在未來十年 能夠伴隨我們的產業 能夠在升級轉型的過程中 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伙伴 可以來協助它 那也希望它可以帶給我們產業 未來整個創新的過程 整個創新的成功機率 能夠再提高 全球第一輛四輪傳統安全機車 正式亮相 與傳統機車完全不同 前二輪後二輪的設計 更具安全性 給我們很大的資質 不管是在經費上 還是在研發技術的團隊 藉由學校的合作 來完成這一項四輪機車 高安全性速克達的安置 另外生產互動是投影機的科技公司 也因為工業級的輔導 研發產品更具競爭力 我們開發出全球第一台的 互動投影機 那這當然就是工業級的一些補助 讓我們的附加價值提升滿多的 國內加入升級計畫的知名企業 紛紛到場分享研發成果以及技術 也希望標杆企業發揮領頭羊的效應 幫助更多台灣企業產業升級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精彩活動當中